这款拼装迅猛龙机甲还能变成一辆炫酷的赛车 今日分享5R2S无线兽区系列BD01迅猛龙吉伦 包装方面是一个高21,宽27,厚6的普通纸盒 其实5R2S开始进军拼装市场都少出乎我意料之外 这系列的名字叫Beast Drive,还是和猛兽有关 中文名字叫无线兽区,不但需要拼装,而且能够变形 而这款BD01吉伦就是系列的第一款 这系列由广受好评的雷鸟工房工作室设计出品 金岛职人大神则负责员设定 搞得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恐龙变车的拼装玩具 拼装类玩具的包装基本都是一个路子,没太多好说 这系列的特色是骨架部分作为成品出厂 只有外甲部分是流到拼装零件 内骨架部分是以车形态默认出厂,我们留到后面再说 外甲的板件共有三板,拼装难度并不高 两板白色的板件是基础 还有一板蓝色的透明板件 所有零件都是ABS材质,韧性还是有一定保障 说明书方面是翻页设计,记载的蛮详细 不过贴纸部分选用了水贴,虽然更美观 但也需要一点拼装基础 那么拿出剪钱,我们开始拼装 拼装的过程很轻松,半小时左右就能完成 零件的组合度非常不错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需要大力金刚纸的地方 车形态的造型很好看 如果你不觉得细节太素,那就无需进一步装饰 我是觉得白色车壳太素 所以用勾线笔胡乱勾了两笔 水贴纸的耗时远比拼装过程要长得多 好在贴完贴纸后的细节呈现还是提升不小 赛车模式下的玩法也有不少 首先,骨架的四个轮子都是锚钉结构 催车混动的手感确实丝滑无比 透过半透明的车窗 能以约看到驾驶舱内部 向前翻开盖子 内部还有个小恐龙驾驶员 小恐龙的尾巴和脖子都有一段可动 分色虽然简单,但造型还是蛮萌 和车形态放在一起,效果也不错 而且驾驶舱内部也有一定细节 车身上到处都是3mm的插栓和插孔 扩展性还蛮强 底部也有3mm的支架插栓 配合猛兽侠的专用支架 摆出飞车效果也完全没问题 车辆的长度只有11公分左右 这个尺寸比变形金刚的D级小车还要小上一圈 可以说完全配得上小而精致四个字 由于基础骨架的存在 重量接近55克 手感并不轻飘 那么终于可以进入重头戏 给这款急轮变形 首先将车尾的中央部分上翻 松开内侧的两处插栓向上掀起 然后从内侧推动头部 将前半身整体上翻竖起 然后松开车尾两侧的插栓 后翻90度 再松开车头两侧的插栓 将两条腿上翻竖起 将车尾两侧内翻到底 上半身向前翻平 车头尖端上翻一定角度 再将整个驾驶舱向内翻折盖平 将尾部沿双关节上翻 对齐边缘 双腿的多处关节 折叠成恐龙腿的形状 腿上的透明小零件 先稍微拔出一点 再向后旋转 现在将脖子部分向上折叠 两只前爪沿根部向内翻转 两侧的尾翼先上选90度 再将根部白色零件 后选90度 再简单调整一下姿势 迅猛龙脊轮变形完成 迅猛龙形态的仿生感 也是相当不错 将迅猛龙的体态还原得很好 而身上的赛车元素体现 也是另一个加分项 迅猛龙的眼睛是透光零件 只不过颜色有点深 恐龙形态的高度 也在11公分左右 而和驾驶员的小恐龙放在一起 有一种父子同行的感觉 可动方面 脖子根部是球性关节 可以上下翻动和全方位转动 而且头部本身也有一个极大的折叠关节 嘴部张开的幅度大概45度左右 前肢的根部是球性关节 可以向内摆动 也可以全方位转动 前肢的爪子也有两段关节 前后活动的幅度不小 虽然不明显 但胸部也能微弱的上下摆动 大腿根部的转动非常够用 根部外翻的幅度也超过45度 腿部的双折叠关节也是非常灵活 脚掌部分的前摆一般 但后翻的幅度不错 难得的是脚掌部分还做了不小的接地 尾巴的左右摆动有两段 各有45度 尾巴根部的双关节 上下摆动的幅度超强 尾巴尖端虽然不能向上 但也能向下摆动 这样的可动 完成绝大多数姿势都不是问题 另外 作为玩2S的老传统 紫光灯照射的玩法也依旧存在 当然暗光环境下的效果会明显的多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拆掉尾巴尖端 再拆掉尾巴的根部零件 再拆掉两个尾翼零件 最后是拆掉两个后脚根零件 这几个零件还能组合在一起 弄成一个无人机 虽然只是个脑洞大开的操作 但也为后续的扩展玩法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是预售期入手 还会有一套限量的透明外甲 内容物是一套纯粹的透明板件 优点是 透明件选用了ABS材质 并不会很脆 由于组合度超高 外甲的更换倒是毫不费力 这套全透明的外甲 绝对是透明控的福利 就连驾驶员的小恐龙 也是个全透明的版本 美中不足的是 特点并没有附带水贴 不然就相当完美 其实我觉得 普通甲和透明甲的相互搭配 才是最佳选项 而搭配方式可以有无数种 自己慢慢试就好 说明书的封底也预告了 未来的装甲确实可以混搭 综合来说 这系列通过成品骨架 保证了手感和变形基础 拼装的外甲部分 则有着不错的细节和组合度 如果你的动手能力够强 水贴的点缀 也是进一步的加分项 作为一个新系列 素质甚至超出我的预期 不知道这系列的未来 还能带来怎样的惊喜 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千万记得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对于各位的支持 我这里先行败谢 我这里先行败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